希望藉由今天的機會提出幾個重大的議題 也希望我們幾位被提名人 能夠提出他們的態度跟表達一定的立場 舉例來講 安樂死在我國是否應該合法化 目前全球其他國家包括荷蘭、比利時等 都已經對安樂死合法化 那對於無法治癒或承受極大痛苦的病人 是否有權來終結生命 是否在我國受憲法的保障 以及最重要的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也希望我們的被提名人都能夠 在這次的審查過程 能夠很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立場